古語有雲,樂業歸根 傳統中國文化入土為安的觀念更深替故 不過貧困者往往無力臉狀 香港開埠初期 不少華人因為逃避戰亂和謀生來到香港 不過不幸身故的人就缺乏臉狀服務的支持 東華醫院設立不久 即為有需要的貧苦大眾 提供司官代葬的服務 後來更為海外華人提供原籍安葬服務 見證華工出人的歷史 開埠初期 港島山墳處處 不少南下尋找機會的新移民 舉目無親 死後只能草草下葬 中職各處的簡陋墳墓 不但阻礙城市發展 亦都影響環境衛生 當時的華人十分重視入土為安 但高昂的臉狀費用 卻非一般人所能負擔 東華醫院成立後 秉承了傳統善堂師官的宗旨 設置而莊而寵 1870年 籌見華人醫院法例通過 東華立即在上環普人街大興圖目 但原來用來興建醫院的土地 是要上環華人墳地 總理決定將鞋骨 遷移至港島西逃房背後的山地 自此這個地方就被稱為牛房二山 也就是今天的堅離地城 東華醫院的喪葬服務 也由此開始 二次大戰之前 政府將無人應領的遺骸 都交付東華醫院處理 東華設置的義寵 成為了這些人的歸宿 另外,東華設置的義壯 亦都圓了不少海外華人 落葉歸根的心願 東華義壯的前身是文武廟 要1875年興建的牛房義壯 1899年 東華獲政府撥地 在大口環興建東華義壯 早期海外華人 希望死後得到後人供奉 再加上華人 在僑居地受到歧視 在海外同鄉組織的安排下 將骨直運回家鄉安葬 義壯除了是本地華人 新故後暫時存放的地方 亦都是海外華人 骨直運回鄉前的中轉站 由於轉口港和自由港的地位 加上彼倫大陸的地利 香港開埠之後 迅速發展成為海外華人 回鄉歸狀的重要中轉站 加上不少東華總理 在商業上與海外有聯繫 他們都有崇高的地位和聲望 自然成為海外華人 原籍安葬的中介執行機構 原籍安葬的執行過程並不簡單 首先海外組織 要書面通知東華醫院 有關關骨的父輪 代船隻底港 輪船公司就通知東華醫院喜倌 關骨暫存異狀 東華醫院則是報章刊登廣告 等待有關親友認領 為鼓勵有關機構或親友領回觀骨 東華醫院會以少量現金 補助回鄉安葬的開置 並安排運觀艇運載觀骨 部分由東華代運的觀骨 主家需要因實商店擔保 並且向稅務司領取出口紙 東華才可安排運送 運費由主家負責 由於政局的轉變 東華三院的原籍安葬服務 去到1940年代末期中斷 直至1960年代 才完成處理大量制留異裝的鞋骨 原籍安葬服務 除了展現了東華三院的慈善精神 亦都見證東華在香港扮演著的角色 和華人鏈狀文化的轉變 極具歷史參考價值